这才是豪华SUV暴跌王啊 从之前62万 现在一路跌至20多万 狂降了40万 为降价力度 有哪几款这些是他的对手呢 现在已经超级的好时机来了 第一款宝马X3 这款这无论是名气 销量再或者是动力操控方面 都是展现出了他应有的实力 一句话总结就是 开着非常的爽 而且整体表现非常的棒 全系都是2.0T发映机 匹配8IT变子箱 分为高低功率 低功率版本马力184 高功率版本马力245 无论你入手哪个版本 开着都不会差 但是预算中足的话 能考虑高功率还是要考虑高功率 毕竟都花这么多钱了 肯定是要买到他的精髓的 改功率加速能够达到6.8秒 就这样的表现 还是一个中型SUV 你说得了吗 他为公路之王都不为过 我们不要说底盘方面 还有四驱强要独立选价了 操控方面也是要胜过GLC的 现在入手这款的非常地划算 他出去也是非常地有面子 车达4米737 990米864 装进成的也是一点都不觉得拥挤 虽然是中型SUV 还有双十二点三一寸大屏 氛围灯 电动后备箱 该有的配置 它一个都没少 无论是豪华感 还是操控动力 这款车的表现都是很不错 现在价格暴跌 对此你会入手吗 第二款奔驰GLC 如果你经常商务基带 看起来豪华的内饰 那么这款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它与宝买X30同级别车型 目前价格方面更是狂降12万 但是它的老款车型 资料价4278-531,300 优惠过后 只需32万多就能够拿下 如果你预算不足 也是可以考虑这个版本的 但是老款哪有新款开注 就有面子呢 并且现在新款车型 优惠力度也是非常的大 从4278-531,300 一路跌至372,800 同时还搭在了202T9VT面子箱 马力能够达204匹 虽然价格 方便要比老款贵出几万 但是动力也是要强劲不少 而且我们国人的消费理念 就是买新不买旧 现在入手大新款车型 明显更合适 笔盘方面 藏了全十四驱 墙后多连杆独立全架 多片离合器 行车质感这一方面 调教的也是很不错 操控方面就更不用多说了 丝毫不虚色 宝马X3 再加满腾心的中网 开出去也是非常地有面子 它狼达到4米826 焦距达到3米 空间方面更是非常地宽敞 虽然定位是中型SUV 但是这款车却能够 给到你想不到的表现 特别像六七囊 它还显示 五种驾驶模式切换 悬架软液调节 可变转相比 L2级别增驾驶 KDR9英寸中共屏 达载三一层液晶仪表 64色分为灯 四顿空调 买这款车不就是 冲着这一点来的吗 究竟车里你不禁感叹 真的是太棒了 多年的努力也是得到了结果 要知道奔驰一直都是 高端豪华之的代表 现在价格方面一路狂降 你会入手吗 第三款奔驰EQC 它与奔驰GLC是同级别车型 而且也是使用的GLC的车壳 装上了自己的三电器系统 并且续航也是能够达400多公里 在刚上市的时候 定价更是高达62万 都已经和奔驰GLE差不多了 真不知道谁给它了勇气 只不过到了后来销量不好 价格方面一路狂降40万 入门级版本已经跌至28万多级的过打下 就这样的优惠力度 果然是很奔驰 不过它空间方面还是很宽敞的 车长4米774 轴距来米873 在内无论是豪华感还是舒适度 那都是同级别一流的水准 底盘方面还采了 全只后织双电机的驱动模式 起步也是更快 动力也是更强 操控也是更好 在硬件方面的表现 这款车做的还不错 只不过这款车唯一的毛病 就是续航里程短 但是这款车开出去确实很有面 现在价格方面还一路狂降 你怎么看呢 以下的三款豪华IS 因为降起价来 真的是太狠了 你更倾向于哪一款呢 好了本期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